之前我们盘点了鬼吹灯里的神奇动植物以及各类古墓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鬼吹灯中出现的十大顶级高手 胡胖羊三位主角就不说了 另外本次盘点不分先后 没有出场的高手纯粹是因为篇幅不够 1.张三链子 在鬼吹灯全系列中 张三链子绝对算是盗墓界的一位大神 稳坐盗墓祖师爷的第一把交椅 原本他只是江湖中的一个小人物 但他凭借着过人的机智和勇气 屡破奇案 灭过匪患 盗过古墓 纵横南北 一生有着不少奇遇 如果他要是出个番外篇的话 精彩程度可能和鬼吹灯有的一拼 最让张三链子出名的是 盗挖一座清代贵妃的金棺墓 之后他又组建了洞庭湖雁团 一人佩戴着世上仅存的三枚墨金服 多次盗挖各种危险四伏的古墓 从未有过一次尸首 而且他从来都是无往不利 所盗之墓片物不留 因此也被张虎人士称之为贼魔 据说他还有一身的神鬼难测之术 可与白猿公 红献女 昆仑奴之类的人物相提并论 在盗挖一所西州古墓时 张三链子发现了先天八卦 这是由上古福西大帝 从龟壳上发现的卦法 后来经过多代古人的完善 形成了一种能够推演过去 预测未来的卦法 张三链子根据先天八卦 和古代风水理论 写下了流传于世的奇书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但后来他觉得这本书夺天地之秘 不可流于世间 便毁去了半本 张三链子的嫡系传人 各个神通广大 另外他门下有四个徒弟 每个徒弟都是天赋异禀 分别是了臣 金算盘 铁魔头 和阴阳眼孙国府 其中了臣 金算盘 铁魔头 传承了张三链子一波 和三枚墨金服 继续盗挖古墓 阴阳眼孙国府 不愿意盗墓 便靠着张三链子传承的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云游四方 倒也混的是风生水起 还在机缘巧合下 搭救了一名落魄的男人 胡国华 胡国华 就是后来鬼吹灯系列里 胡八一的爷爷 正是靠着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的谈卷 胡八一才能制破 各种危险重重的古墓 可见张三链子的实力 有多强悍了 兴趣天下霸唱 撰有一书贼猫 其中便讲述了 张三链子的少年经历 二 者姑少 者姑少是班山道人一派的 最后一位首领 为了完成先知异族的使命 寻找牧尘珠解除族人诅咒 多年来 他是历经万贤 苦练本领 者姑少精通口技 能够模仿世间万种声音 精通班山填海之术 擅长破解谷牧各种机关 习得一身高强武艺 能一人干翻整个土匪窝 枪法也是出神入化 擅长各种飞镳武器 能在摆布之外打灭香火 还有一身魁心踢斗的功夫 就连刀枪不入的老粽子都招架不住 绝对是盗墓老一代战神级别的人物 而且他还与古墓中的众多怪物交过手 什么精灵鬼怪 粽子鹰煞 黑胸 白胸 湘西狮王 白猿等等 撕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 最出名的一场大战 是他与平山中的六翅蜈蜈蜈一役 这是一只修炼多年的怪物 这姑少凭借着龟西之法 趁其不备偷袭六翅蜈蜈蜈蜈 这才将他慢慢耗死了 这一连串的战绩足以证明 这姑少绝对是集万千能耐于一身的古墓战神 只是后来在和师父了臣进入黑水城时 不幸着了重遇的道 这才自断一臂 三 封狮谷 封狮谷是明朝万历年间 盗墓四大家族观山太保一派的首领 封狮谷自幼便习得家族一脉的奇术 十分着迷风水星象 推演卦象 还能使用各种诡异神秘的法术 比如烟术 指人搬运 驱使狮虫等等 后来眼看当下皇帝昏庸无能 便带着族人开启了盗墓生涯 他一生曾盗过无数古墓 其中包括唐代妖灵 杜仙坟 刘家后人古墓等等 获得过无数的珍奇秘宝和上古秘法 直到他遇到了乌阳王的古墓 乌阳王在危机四复的棺材峡中 当众人冲破重重机关和危险后 才发现乌阳王竟然化成了僵尸 刀光剑影间 乌阳王直接将封氏谷的六个门人全部斩杀 要知道 这六人虽然不及封氏谷 但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盗墓人 封氏谷剑后 立马抖开副师所 提起宝剑 一剑刺入乌阳王的胸膛 这才杀死了乌阳王 不过 乌阳王的复活让封氏谷大受震撼 从此便顿入地仙村 潜行研究成仙之道 但他的求仙之路 注定是歪门前邪道 最终落得个被尸险寄生的下场 四 陈玉楼陈瞎子 陈玉楼是谢领丽氏的最后一位盗魁 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不适奇才 陈玉楼出生在民国时系的地宫中 天生一双夜眼 能够在黑暗中看到各种东西 年幼时 又得到过一位老道的指点 学习了一身超强的本领和艺术 在继承谢领总舵主一位后 陈玉楼开始经营起庞大的地下商业脉络 把捣抖出来的文物珍宝四处贩卖 用来购买军火 重新振兴了谢领一脉 不过后来 在到瓦云南滇王墓时 陈玉楼虽然拿到了墓中的人皮地图 成为了多年后 胡八一寻找牧尘处的助力 但却在献王墓外着了大截 变成了瞎子 虽然老年的他总是神神叨叨 有些不太正经靠谱 但他年轻时 却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5.昆仑摩勒 昆仑摩勒是山中的野人 身高高达两米左右 且力大无穷 身手灵活 忠心耿耿 后来被陈玉楼救下 加入了谢领一派 成为了陈玉楼的贴身护卫 昆仑摩勒虽然戏份不太多 但他忠肝义胆和力大无穷 让所有人印象十分深刻 在鬼吹灯之怒情相惜中 他为了救下陈玉楼 硬生生扛下了千斤石柱 第二次进入平山古墓时 为了能将陈玉楼安全送上城楼 不惜踩着火焰拉紧铁锁 最终被剑语射成了刺猬 倒在了火海中 可以说 他的落幕感动了不少人 六 辽臣长老 辽臣长老是盗墓奇人 张三炼子的徒弟 也是盗墓战神 浙姑少的摸金师傅 辽臣长老自三岁开始 便被浸泡在药锅中 洗髓换骨 一身轻功 无人能敌 长大后凭借着一身本领 盗取豪宅大户的物品 从未失手 是当地有名的通天大盗 因此江湖人送外号 飞天酸泥 在败入张三炼子门下后 辽臣长老习得了 群龙爵和分金定穴之术的精髓 张三炼子金盘洗手前 曾嘱咐过他 铁魔头和金蒜盘三兄弟 他们各有各的缺点和优点 合则生 分则死 而这句话果然验证了 当年三兄弟去洛阳岛斗时 被乱军冲散 辽臣长老和铁魔头 为救下一名孕妇 被一个无名小分的棺板 消气击中 铁魔头当场死亡 万分悔恨的辽臣长老 心灰意冷之下 摘了摩金服出了家 后来哲姑少拜师于他 师徒俩这才前往黑水城 寻找牧尘珠 黑水城机关重重 让人防不胜防 辽臣长老最终命丧于此 以张三炼子为起点 第二代是三福半书传四徒 到了第三代又分为四支 阴阳眼孙国府一脉的胡八一 罗神一书中 金蒜盘一脉的 打神鞭和白胜利 密宗治国里 张三爷嫡系的司马慧 另外还有一脉 也是张三爷嫡系 叫张迎川 张迎川甘于平凡 貌不惊人 能推天道名人士 是一位世外高人 在胡八一迷茫之际 他总能替他指点迷惊 是胡八一心里 十分敬佩的人物 另外从辈分上来说 张迎川也算是 胡八一的诗书 8.初一 初一是胡八一 昆仑山的向导 他沉稳干练 伸手利索 打狼十分精准 从来都是刀不离身 酒不离口的藏族汉子 在进入卡拉米尔时 初一就曾和狼群发生过大战 当时他以又快又准的刀法 将一头母狼 从鼻子尖劈成两段 又切下了另一头老狼的狼头 还戳倒了一头雄壮的恶狼 这让胡八一和王胖子震惊不已 从此便对这位猛汉刮目相看 也是为数不多 老胡最欣赏的印汉之一 初一最大的战绩 就是杀死了白毛狼王 但他自己也被狼王咬中脖颈丧命了 不愧是藏地硬汉 实力就是强 9.铁棒喇嘛 铁棒喇嘛是活服的护法悟僧 也是胡八一多年的老友了 当年铁棒喇嘛凭借着一身武艺 曾和狼群展开过一场生死大战 铁棒喇嘛挥舞沉重的铁棒 一棒一头狼 一砸一个转 实力绝对不俗 而且他还精通密宗伊礼和古葬俗 多次帮助过胡八一 是他最忠诚的朋友之一 10.骨猜 骨猜是恨天之国的淡民 也是古代龙户的后人 在陆地上 骨猜可能没有那么优秀 但到了大海中 他就犹如出水之龙一样 能在海中来去自如 飙悍绝伦 最擅长附水采珠 周身温有透海镇 当遇到海怪时 他能无惧危险 大战鲸鱼 砍杀鱼 那都是手道青睐 当船老大被金迷咬入水中时 他能毫不犹豫地叼起短刀 跳入水中 伤眼一出 金口夺人 这直接就把胡八一看傻了 可以这么说 南海之行 若是没有古菜的话 胡八一等人 能不能活着 都是个问题 说他是中国版的海王 应该也不为过吧 好了 以上就是鬼吹灯 全系列中出现的 顶级十大高手 那么 哪位人物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最深刻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喜欢的观众 记得点赞订阅本专辑 咱们下期再见